政府昨天宣布 全国明天起禁止跨州跨县到6月6号 民众必须获得警方的批准才可以放行 不过这项宣布引起部分民众的混淆 尤其是需要跨州县工作的人士 在持有了公司和贸工部的信件后 是否还需要向警方申请批准信 吴吉安曼行政局总监拿督斯里阿都拉辛 接受媒体询问时指出 由于政府昨天才做出这项宣布 因此当局目前还在商讨 最新的标准作业程序 以厘清一些细节 避免民众混淆 至于贸工部则在凌晨12点10分 在推特发文表示 拥有贸工部信件和雇主信件 或工作准证的上班族 可以和之前一样 在无需警方批准下跨州跨县上班